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三角形ABC中 這個ABC分別是角A的對邊 小B是角B的對邊 小C是角C的對邊 好,現在TB是等於4分之3 如果這是C的話 TB4分之2是3比4比5 這C的話這個就等於5分之4C 這個就等於5分之3C 好,那現在他說BcosC Bcos這個角度等於6 這是直角 好,那現在他說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是42 那麼問這個三角形的周長多少 我們現在要把三邊找出來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就是這個乘以這個 它乘以那個三角形的B 再除以2 我覺得2分之1 那個 那個 那個AC三角形的B A的話是6 加5分之4C 再乘以C 就是A1C3B 那3B多少呢? 3B就是等於5分之3C除以C 所以是5分之3 這個是等於42 那我現在就可以把C算出來 這個二可以消掉,二三得六,二得四 三一三,三四十二 好,那現在的話呢 我就把五乘進去好了 就十五加上Rosa 二C 二C乘以C 這個是等於十四 我把五乘之一 不是喔 這個要把它乘過來 乘錯了 這是三加五乘之二C 把五乘過來,五四而十,計二七十 好,那我再 這就是五分之二C平方 再加三C 減七十等於零 那我全部乘以五 就是二C平方 加六C 乘以五的話是五三十五 十五C 減多少 三五零 等於零呢 那這樣的話呢 叫做什麼 二一 這個是十 十的話,這是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減二十 剛好是十五啦 這是正的 這是負的 所以這因子分解是二C加三十五 乘以C減十等於零 所以C有可能是十 或二分之負三不合 因為邊長不可能是負的 不合 所以這小得的話 這C是等於十 這個等於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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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五二的這個就是八 這八是四 那我看 那這個等於六 這個是三四五 這個三又寫 這十的話 這個就等於六 這六 這六 所以V的話就是六更好二 所以周長是等於多少 周長 就是等於十 加上十四 加上六更好二 所以這答案等於多少 這個答案 就等於二十四 加上六更好二 所以答案是二十四 加六更好二 所以答案是二十四 要縫一整個 一整個 一整個 四十五 三十五